今天的聚会你也叫上了高阳 三儿啊 我们擦擦 他今天会不会来啊 好久不见 哈喽 好久不见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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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啊 每次聚会都被高阳比下去 今天我的一定比他的好看 他现在可就比不上了 哈喽 高阳小姐还是那么美 来了来了 我看他和以前还是一样嘛 好久不见 当时非要我问 现在好了吧 人见到了 多尴尬啊 亲爱的 今儿你会来 我们真的很高兴 听说你找到的新的工作 开始了新的生活 你真的总是那么优秀 你看你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 我们也没帮上忙 想想还挺不好意思的 没关系 都过去了 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了呀 也太不把我们当朋友了吧 就是 我就是想看看 看我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事实证明我能 而且活得更有价值了 上次你不是说祝你表哥家吗 之前也没听你说过你有什么表哥呀 是你妈妈的外甥吗 那倒不是 他是我妍宜的亲外甥 那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亲戚吗 亲戚还分正不正经啊 我只知道患难见真情 在这个年头在关键时刻 能帮把守的人可不多了 不是亲戚圣死亲戚 你说对吧 兄弟 你那么喜欢人家羔羊的衣服 我是羡慕人家羔羊 以前穿高定 现在靠自己都能活得这么讲究 总是把晚礼穿得这么美 谢谢你那称赞 大家都很美 不是吧 你这礼服 不是高法吧 你开什么玩笑呢 怎么可能 你还是看清楚点吧 这怎么可能是高法呢 这件礼服可是这次米兰时装周 刚推出的走秀款 我记得清楚的呢 上面是没有这颗胸花的 这个 这个是专门为臣民百货 定制的特别款 所以难免会有些差别 很正常 天哪 亲爱的 你这衣服不会是 跟公司借的吗 看来臣民百货待遇真不错呀 能把定制款借给你 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你跟我们还这么费心呢 这商场的定制款 怎么会在他身上 我看过那场球 好像真的没有那只修华 我看过那场球 好像真的没有那只修华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也是 晚上出了怎么不皮过外套啊 天凉了 别感冒了 我看你们对这件礼服 都非常感兴趣啊 这件礼服是因为 高阳为公司策划了 孟回老上海的活动 创造了不错的收益 所以为了奖励 特意为它定制的 所以 它是独一无二的 好 那各位继续 我们两个就先走了 晚安 这就先走了 我们两个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有谁啊 怎么有气势 辰名百货 李明彻 这高阳还真行啊 这么快就让老板 亲眼有加了 真看不出来 高阳这么厉害